五节乡农会在校微股仓举办产销履历辅导以及行销成果展 县长领子庙、农会干部以及多位的农民都出席盛会 根据农会表示 110年度在农粮署东区分署的协助之下 五节乡农会与宜兰县政府学童营养午餐结合 并与长期配合的器座的农友合作 将通过产销履历验证面积提高到100公顷 并将通过的产销履历验证米 作为宜兰县学童营养午餐米 同时在特定农会 以及相关的超市行销产销履历米 提供国人更健康及安全的白米选择 宜兰关一年只有一起到座 让农田有适当的休息 无农药的产流 让产销履历 这可以说我们厂销的地方 都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消费者感受到我们很公平公开公正 然后让我们宜兰的原先米 这么的赞 能够消到日本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林定山林董事长的美和 让我们宜兰的原先米能够到日本 这有产销履历 所以大家吃着都很放心 于是我们宜兰军政府 对我们小朋友的营养午餐免费 这也能说给我们家庭放心 让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 吃到最优质的农产品 我们的米 所以让他快乐的成长 这也能说是我们宜兰军政府 对县政推动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宜兰县都平安顺利健康 然后宜兰原先米 赞 是从去年开始在五节乡农会这边 总共到今年的六月份 我们拿了1460吨的草米到日本 那我们的品质方面在五节呢 也都通过日本的农药检测 大概613项全部都通过这样 五节乡农会总干事表示 产销履历标彰是目前政府极力在推动的方向 目的是让消费者所购买的农产品 都能达到溯源的效果 透过资讯的公开即可追溯性 提供安全及安心的优质农产品 既可以保护消费者 也能让生产管理者在相关的过程当中 更加的用心经营管理 我们来参与这个县内的学童营养午餐 他们也是采用这个有产销履历认证的稻米 那主要是让我们县内的学童在吃的方面 就是能够吃到最安全的米 那在相关的部分也是说 在推广我们的食农教育 我们有产销履历的话 就等于是农产品的身份证 然后它从栽种 然后它施肥 安全用药到整个采收 都有很完整的一个记录在 那所有的消费者 就可以看到这个产销履历的话 有溯源的这个效果 农会总干事表示 未来人会致力于产销履历的面积 最终的目标是让所有在地生产的农特产品 都能贴上产销履历标章 以保障消费者购买的农产品 是安全可信赖的 创造农友消费者 以及通路业者的三营局面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创造农友 ゴ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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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 sous operated by 或中国 是什么 可信赖的 最终的 能力阻止